振奮人心的交響樂開場 在由北南族長者與學生合唱團 迎唱出陸森堡對於信仰的堅定 音樂家蔡聖通特地將北南族音樂大師陸森堡 生前創作的五首天主教歌曲 編曲成陸森堡彌撒曲 成為台灣首部原住民迷撒曲 台東大學規劃在東南中北進行巡迴演出 我們以台東大學的交響樂團 跟台東的南旺天主堂的師班 我們將近有一百人 然後巡迴這四個地方 到每個地方都用當地的合唱團 這樣的就是本來只是在教堂裡面唱 所以我花了差不多八個月的時間 把他改變成一個大的迷下去 他有一個特色 這個特色是全世界所有的樂團跟合唱團 都可以唱這個東西 合唱團中包括南王夏冰朗部落族人 在地高中合唱團與四位聲樂家 其中還有陸森堡的家人 從來沒有用西洋古典形式來唱足語歌的老人家 也經歷辛苦的練習過程 多了讀書流的也是相當吃力 尤其是要拉長的地方 我們有時候我們的呼吸跟不上啊 所以用陸森堡的兩字 兩字那個唱出來啊 可是很高興啊 這個在聖東教授 他有心意把這個 陸森堡迷撒曲改編一個教授 我父親也是很喜歡分享 聽到這樣的歌 自己的歌竟然會可以被這麼肯定 他一定很高興 跨時代傳唱波羅音符的 陸森堡迷撒曲巡迴演出 28號晚間將在台東演藝廳首演 之後北中南也會結合當地學校合唱團 總計18個合唱團動員上千人共同演出 接著SALENGURUS台東市採訪我們到